歡迎大家來到申子時間 Apple 你好 Hello 阿劍 我之前新聞都會說 跟某某某個師傅有性交 就令到他的病情好 或者在娛樂圈都有很多 跟他們有性交改運 就令到他自己很紅 Apple 你信不信? 我不信 我覺得這些是騙人 有什麼理由 性交完後自己的運程會提升 如果是真的可以轉運 師傅根本不需要幫別人性交 他應該已經很好運 不需要做師傅 應該不是真的 應該個個都是性交改運 娛樂圈都很紅 對 好 幸好派別不同 在脈中中有說一件事叫雙修 雙修是真的有說一件事叫性交改運 這件事是跟我們想的兩件事 完全兩件事 不是說我正在走壞運 我找師傅他好像有法 那就來吧 這樣就會轉運 絕對不是 他們所說的禁慾 是說 你知道佛教就是禁酒慾 財色 其實脈中去到最高境界 就是一個不禁慾 不覺得是一件事 不會因為一些界限 去關注自己 而影響自己繼續修煉 而且還是雙修 是大家一起修 基本上就是兩個都有法 不是亂 很多時候他們都是兩夫婦 兩個都有修煉 但這個情況就是 我們不是那個教派的人 也不會做這件事 而且總之一定不是外面的師傅說 你放下錢 就是祈福或是怎樣 不會這件事 不認識的人跟你發生了這個關係 就會提升這個運 我覺得這些似乎是一種罪案多一點 是騙局多一點 遲些我們做幾集是講神棍 好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人跟你說什麼性交轉運 我覺得真的要小心 一定是壓人的 但是我知道譬如在泰國那邊 或者其他就有些是和合的 有些法科裏有些法事 他們可能有些類似是這類型 但是其他派別的東西 我們我想就是 因為都不是牽涉在我的派 所以我也不方便去扣露這件事 總之大家要提高警覺 這件事就留給觀眾自己去判斷 有興趣的知道更多的資訊 都是去HK026.com這個網站 好 下集見 拜拜